捷安娜窦兰部落25位青年遵循传统仪式 跑步到捷安乡公所进行113年风年祭报讯息 邀请乡长游淑珍与乡亲们 共同迎接原住民部落风年祭 而捷安乡8月3号到9月4号 共有19场的部落风年祭 以及一场太鲁阁祖感恩祭 乡长游淑珍也邀请民众 踊跃来参与体验部落的文化 风年祭报讯息是阿美族部落记忆前的文化传统 部落青年勇士们踩着整齐步伐 带着信物 老叶 槟榔和小米酒 邀请乡长游淑珍还有所有的乡亲 一起到部落来参加风年祭 过去在部落资讯不发达 必须要透过青年人扛起的号角 大张旗鼓的到大街小巷巷弄部落 三年之间来传达讯息 告诉大家我们的风年祭即将开始 我们也看到了导乱的部落青年 强而有力 身强体壮 来到了吉安相公所报讯息 把今年113年各个部落的一个 风年的祭典祭仪的时程来跟大家宣告 希望我们从8月3号开始一直到9月4号 总场20场的一个部落的祭仪 涵盖了我们的感恩祭 邀请所有的好朋友们 大家一起来到吉安 来享受我们不一样的风年祭的知美之外 也希望带来部落生生不息 以及文化祭仪传承的力量 希望大家一起来 吉安相是花莲县阿美族人最多居住的乡镇 各部落阿美族原住民风年祭也是重要祭典 今年从8月3号到9月4号 吉安相共有19场部落风年祭 还有一场太鲁阁祖感恩祭 乡长游淑珍邀请民众踊跃参与 来体验部落的精彩文化 这旅会吉安相报道